赵薇指导的首部电影《至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定在4月26号全国上映 4月21号片方特别举办了首映礼 作为首批观看到这部电影的明星以及部分观众 他们看后的感受如何呢 从这样热烈的掌声中 可以见得大家对赵薇的这部《至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尤其是许多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 甚至是电影全部结束后眼中还饱含着热泪 虽然这是赵薇指导的首部电影 但就能让这么多观众感动到落泪 可见赵薇的导演功力十足 而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 也得到了在场许多业内人士的充分认可 很意外很意外真的很意外 非常的扎手非常好 他的第一个作品就交的答卷交的非常好 而且最近的电影的类型里面是一个新的 很早就认识他 没想到他做导演能够做得这么好 能够把他的初女作就这么流畅 除了能让观众在看电影时有笑声有感动 电影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更是让不少人在看完电影之后 怀念自己的青春 甚至重新定义青春 青春 我觉得青春就是 青春文 青春是在练功房度过的 青春就是不顾一切 做最真实的自己 我的青春就是追随赵薇 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吧 谢谢大家